东方财富往到了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资本市场总部副总裁沈飞先生,做客财富观察栏目,他在节目上指出,中国逐步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这也意味着会带来股市甜蜜期,以下为部分财宝实录,主持人,说到这个话,基于这些指标,目前我们和其他国家对比的话,大概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沈飞,这张图刚才提到的,我们可供观测的一些指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海外成熟市场在不同的阶段,分别达到了这样一些指标,中国目前很多指标,已经接近这个数据了,因此,我们判断,中国也逐步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 主持人,这里面有一个现象,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这其中中等收入陷阱也会随之而来,怕迈不过去这一步 那么您之前讲的未来十年就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在这个判断上,是不是还得重新考虑? 沈飞,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并没有迈出这一步 我们觉得中国市场有它特殊的优势,国内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 包括产能周期,从供给侧改革后,中国的产能周期,至少还有长达十年左右的提升阶段 整体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韧性,包括内部结构上的一些需求空间,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有更加好的优势 主持人,沈总给大家的疑问进行了解答,导播可以再切一下画面 回到刚刚说的四大点原因,沈飞,我就简单过一下,刚才提到我们观测不同的数据 包括人均GDP,城市化率,工业增加值,人均用钢量等 这个图就是无风险收益率下行的趋势图,这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 在当时候工业化时期,主持人,这个我们可以多聊一聊 因为近期社会上,以及经济学姐讨论也挺多的,就是三大部门 当然有时候会把金融部门担拎出来,就是企业、居民、政府、资养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 总杠杆率是大概个位数的百分比,但是政府、企业的杠杆率都降了 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您刚才在论述中也提到了 有一个核心观点是说居民的资产配置也会有变化 二三季度我还没有仔细看,但是一季度明显感觉到居民让赶率上升非常快 这个对于未来居民这一块的配比,是不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沈飞,我们观测的数据,其实是一个相对长周期的数据 那么短期肯定会有各种波动,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总体上来说,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之后 居民的财富积累的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一些储机消费完成之后 包括像中国可能比较明显,在房地产的置业上,可能占比会比较大 我们后面还有一张图,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很有意思 最左边这个是中国,最上边红色小点,是居民的财富在股票市场上配置 是3%,中间最大这一块是房地产,占据了65% 应该说远远超过其他的发达国家,另外一项保险占比是比较小的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随着增量的财富逐渐配置到相关资产上 不论是股票资产还是保险资产,应该说都是非常大增长的空间 在这一方面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至少存在几倍以上的增长空间 主持人,通过这个图我有一个疑问,到底这些配置,哪个算是科学,哪个是有利于宏观 您怎么看待? 沈飞,对于居民来说,它肯定是一个均衡的配置会更好 目前其实是一个比较畸形的形式,过多的资产配置,到了房地产市场上 这可能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随着房地产行业逐渐规范,健康发展 它也逐渐会进入到一个成熟饱和的时期 这样更多的增量资金会配置到其他资产上 关注东方财富网号East Money News每天为您推送权威,专业的财经资讯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感谢观看